今天感到非常高興 有這個機會 在這邊代表外交部 歡迎各位前來 參加這個感恩的茶會 我們今天很榮幸地請到各位來 主要就是要代表 我們外交部 感謝大家 在這一次我們在加勒比海 有幫海地發生非常嚴重的地震災害之後 我們國內各個慈善團體 社團展現的愛心 提供了很多救援的協助 派遣了很多收救跟醫療的團隊 前往海地參加國際救援的工作 在這次地震之後 外交部就在今年的1月13號 也是當地這個1月12號 一聽到這個消息 資訊還是不明朗的情形之下 我們就立即成立了這個緊急應變的小組 由侯次長主持 那麼當時我在府裡面 也曾經有機會 馬上就跟總統報告 我們採取了一些立即的措施 第一個就是 讓我們國內的收救隊 以及相關的團隊 醫療團隊準備出發 那麼在這裡 這個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大使館在這個地震裡面 被震壞了 臨時借用我們駐海地技術團的 這個團的團職 馬上升起國旗 開始恢復運作 並沒有受到地震的影響 雖然大使公司都受到傷 那麼國內呢 這個 我們的這個慈善團體 社團 立即發揮人力擊擊 這個 這種精神 這馬上跟政府配合 派出這個收救隊 其中有兩個收救隊 還有三個這個醫療隊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 我們內政部消防署的這個 這個收救總隊 以及這個我們高雄縣 高雄市台中縣的這個 這個收救隊的朋友們 在第一個時間 就帶來一千公斤的這個器材 還有一支收救拳 搭機前往海地 那麼那個時候因為海地 國內還是很混亂 那麼資訊 交通都非常的這個混亂的情緒之下 我們收救隊進去 事實上也遇到一些困難 但是我們在那裡發揮了最大的這個愛心 全力以赴 接著下來我們另外還有這個紅十字會 收救總隊的33位這個收救人員 陸族會的行動醫療團 一共68位 台灣愛哈國際醫院行動 一共18位隊員 以及國和會行動醫療團的15位隊員 都先後輪番地前往海地 參加救援跟這個醫療的協助 我們在這整批的這個整波的這個收救工作之中 救出了兩位生還者 這是我們國內第一次收救隊到國外去 非常成功的收救出 救出生還者的一個紀錄 那麼當時這個馬總統一聽到消息 非常的高興 此外我們也幫忙救出另外7位 這種表現啊 不但獲得這個海地政府人民的這個感激 同時也獲得國際媒體非常大幅的 廣泛的報導跟讚許 那麼在國內另外還有我們紅十字會 富邦文教基金會 國際活光會中華總會 華古山基金會 零九山基金會 張泰製造公司 台原紡織公司 台中穿山甲救難協會 鼎立紡織公司 藝術及台北截圖俱樂部等 更在短期間裡面啊 募集了150噸的救援物資 那麼由外交部安排 利用這個飛達這個空運公司 飛機專機運過去 前夫人代表的這個婦聯總會 這個台灣創架學會 中華救助總會 還有奇奇答答 很多民間的團體跟個人 踴躍的捐輸 那麼在這裡 外交部要特別感謝各位 在這一波的這個救援行動中 所展現的我們的愛心 那麼外交部從一開始 每天都有一個這個 這個跨部會的一個應變機制 每天都開會 掌握當天每一件這個發生的情況 同時也及時廣義 在總統中美洲訪問的過程之中 我們也跟多米尼加 還有海地的元首跟總理分別 跟他們舉行多邊的會談 商討如何在這一波這個救援工作中 我們的參與的這個方式 那麼回來以後 我們立即利用禮拜六禮拜天 約集了這個國內相關的團體 包括這個紅樹枝總會 世界展望會 還有這個國和會等等 一起來這個開會 同時立即派出協助海地災後重建 規劃團十人的訪問團 規劃團前往了解 而且規劃具體的這個 援助重建計畫 回來以後 我們立即承報總統 確定援助的方向 在醫療公衛 在災後的這個災民的安置 這個房屋的重建 乃至於職業訓練 輔導的這個生計的部分 孤兒的認良的部分 一共四大部分 來提供災後的這個協助幫 協助的這個工作 那麼透過民間 跟政府的一起努力啊 我們在救援海地的積極作為 已經獲得國際社會 非常這個大的一個重視跟肯定 不僅成功彰顯我們國家 人道救援工作的一個力量 同時這個也是我們政府 推動活路外交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發揮我們的軟實力 那麼這一次證明了 我們有相當大的國際救援能力 不但是快速而且有效 也是國際社會重要的這個救援夥伴之一 那麼這一次我特別啊 要表達我們誠摯的感謝之意啊 我們也還請各位 還有我們國內的相關的團體 繼續來提供協助 因為海地這次震災所造成的傷害之嚴重 應該是需要很長時間來加以重建 而且這種重建的工作 不但是時程會很長 而且這個需要的這個力量非常之大 不是一天一日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 所以我們以積極參與量力而為的方式 在四大領域方面提供協助 在這裡我也在這裡呼籲 我們國內的這個三星團體人士 繼續發揮愛心 讓我們在海地的救援工作 能夠繼續而且完成這些重建協助的工作 在這裡再一次感謝大家 包括前來外交部 我要代表外交部所有對外工作同仁 再一次感謝大家 再一次謝謝大家協助我們對外工作 這一份軟實力發揮的很重要的一個救援工作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